新闻开始要告诉您的是 卫生部最新通报 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突破1000关口 包括15名来自卫生部以及私人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根据卫生部截至今天中午12点的数据 国内再有130人确诊 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1030宗 而新增的百多例个案中 有48宗和首都大城堡清真寺宣教集会有关 目前还有26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康复出院者增加到了87人 另外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也指出 截至今天共有12名卫生部及3名来自私人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当中一人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并且需要呼吸辅助器 诺西山苦口婆心劝请国人 留在家中 这是帮助医护人员的最佳方法 您好